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中美關係的最新情況 有三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有美國學者引述了解放軍將領指出 說習近平認為解放軍有能力在兩年之內完成武統台灣的目標 第二宗消息 馬英九竟然公開指稱美軍藍隻侵犯了台灣領海 遭到不少台灣民眾的口誅不伐 至於第三宗消息 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向拜登放話 希望中美經貿關係能重回合作的軌道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那位美國學者爆發什麼料 有一家美國媒體叫做ROAD CALL 他們專門報導美國國會的消息 他們最新的一期引述了史丹福大學專門研究中國軍事政治學者梅惠林的說法 他也引述了一名解放軍將領向他透露 說習近平認為解放軍有能力在兩年之間完成武統台灣的目標 這位梅惠林還提到說 如今美國在兩岸之間的軍事震懾力是自從韓戰以來最弱的時刻 美國未能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聯盟去制衡中國對周邊地區的侵略活動 並且壓制習近平的野心 導致北京動武的好處越來越多 過去不少西方學者都認為 如果台灣忽然宣布獨立的話 將會是最有可能激發兩岸軍事衝突的時機 不過這位梅惠林說 台灣現在面臨最大的威脅 就是北京不顧美國或台灣政府作出任何決策 他們都有可能發動軍事行動 來迫使兩岸統一 梅惠林也補充說大陸只有在準備好後才會採取行動 並不會貿貿然出擊 反而大陸會等待時機 並且時刻監察美台之間的行動 才會決定會不會將對台政策上升至戰爭等級 以上的說法就是梅惠林在Roll Call中所說的內容 其實到底大陸會不會武統台灣 就很視乎美國的取態是怎樣 所謂不看爭面就看罰面 根本上由頭到尾 大陸唯一要顧忌的是 當他們要向台灣發動軍事行動的時候 究竟美國會不會橫加干預 到底美國會不會出手相助 這就是大陸最顧忌的 當然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 蓬佩奧曾經暗示過 一旦大陸有行動的時候 美國是不會就手旁觀的 但是他也不會斬釘字鐵地說 大陸出擊 美軍就會參與 他沒有說這些事情 他也是暗示的 其實自從中共和美國建交以後 沒有一屆美國政府會說明斬釘字鐵 一旦大陸動手他就會支持台灣 沒有這樣說過 最盡都是像蓬佩奧那樣暗示 而他這番暗示已經是最露骨了 現在由拜登上台之後 究竟他對台的政策是怎樣呢 當然拜登在上任的時候 也有邀請到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 去出席他所謂的就職禮 而在最近他又說到 將會籌組一個叫做美台澳日韓的供應鏈 來擺脫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 當然到最後這些事情能不能夠成事呢 如果是實行得到的時候 美台之間的經貿關係就會急速發展 去到最後甚至乎可能會簽訂一些經貿協議都不奇怪 到底他是真的這樣做還是倫於打嘴炮 到現在都不知道 一定要去到他是實踐那一刻才能確認得到 因為拜登有時候說完那些事情 他自己都不記得 所以就要看看往後的日子 究竟他這件事會不會付諸實行 因為我經常都強調 你看他說的話就沒用 他民主黨的人說的東西永遠都是很動聽 你要看他實際做的事情是做了什麼 這樣才是有用的 說的就叫做leap service 就叫做talk is cheap 說出來是很廉價的 到最後真正做的埋牙那一刻 是不是這樣呢 那件事反而重要 當然台灣的安全問題 甚至是台灣的命運 其實就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美國的取態 如果美國都說不會放棄台灣的時候 那他就會安定一些 我又相信其實就算拜登上任也好 他都不會說貿貿然放棄台灣 因為台灣根本上已經被納入了第一島鏈的範圍 再加上美國的對台政策 就不應該是說拜登一個人可以說了算 背後還有很多人是有say 比如說美國的軍方 這樣 所以我又不相信美國在現在這個時刻 就說會放棄台灣 好了 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到底大陸是不是真的會兩年之內武統台灣呢 我對於這個說法就有很大的質疑 因為當大陸未摸清楚美國的底牌之前 如果他貿貿然發動軍事行動 是有可能陷入了一種泥漿摔割的情景 大陸就一定不願意見到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說兩年之內可以武統台灣這一種說法 我估計就是泡浪頭居多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到底馬英九 他又說了什麼說話 搞到台灣那麼多的網民要對他口誅不伐 在前排美國海軍的羅斯福號和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就去到南海那裡進行了一次的軍事演習 馬英九辦公室先兩天發表了一份聲明 就說台灣擁有南海最大島嶼太平島和其他領土 大陸無端以軍機和軍艦擾台 絕對應該予以譴責 同時他也是敦促蔡英文政府 不應該忽略美軍在執行自由航行任務的時候 對台灣領海主權的侵犯 馬英九又說此舉是有選國家尊嚴和主權 是對美國挖錯保之後再表錯情 他就批評蔡英文身為國家元首 對外絕不能卑躬屈膝 必須要表達出維護國家主權的嚴正立場 民進黨的回應當然就是反擊馬英九 他們就說美國第七艦隊 走行自由航行任務 起因就是大陸聲稱幾乎擁有整個南海的主權 造成了印太區域的動蕩不安 美國透過走行自由航行任務 阻嚇大陸的單邊行為 確保到區域的穩定安全 他們就批評馬英九的說法 可能會造成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是敵有不分 而且他還批評說他的說詞 是跟大陸的說法互相呼應的 也不是說互相呼應這麼簡單 似乎他根本上就是做了這個應聲蟲 即是說馬英九 總之大陸說什麼他都說什麼 難怪為何會有那麼多台灣的網民 對他口誅不伐 他說的說話根本上是不適合台灣的人聽 也是沒有民意基礎 大家心知肚明 為何台灣能夠維持得到的現狀 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背後有美國在撐腰 就是有美軍的震懾力 如果沒有了美國這個因素 看不下武統台灣早就已經發生了 但是馬英九仍然說這些說話 就說要譴責美軍侵犯台灣領海 其實你想表達出一個什麼信息呢 當然他的聲明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先就是譴責大陸 然後又譴責美國 但是他說的這番說法 在台灣就是沒有什麼市場 也是變相幫國民黨倒米 當然其實國民黨裡面有很多人都認同馬英九這個說法 所以也解釋得到 為什麼國民黨在台灣的選舉選極都輸 就是因為普遍的民眾都認為 你這個黨就是過度的親中 接下來我們又說說另一宗消息 中國商務部今天舉行了記者會 部長王文濤說 下一階段他就期待著中國和美國能夠共同努力 按照兩國元首的通話精神 加強溝通 增進了解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動雙邊經貿關係重回合作的軌道 即是說要將中美經貿關係重回到奧巴馬年代那種合作 中美經貿關係正常化 其實大陸方面就期待已久 是爭在美國的取態是怎樣 現在這番說話明顯地也是向拜登放話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 拜登針對中國的政策 他有部分就放寬了 而在經貿方面 他大部分也是沿襲了特朗普時期的措施 比如說這個關稅 他曾經說過要降低 但到現在這一刻他都沒有做到 還未曾做 有些針對中資企業 他就很快鬆綁了 比如說TikTok 即是抖音國際版 拜登很快就幫這個apps解禁 Vchat也是 但是這就是流於軟體軟件 即是手機apps 但是針對硬件那方面 還未曾放寬 比如說華為 中興國際這些 所以他那個放寬也是有限程度 但是現在大陸很明顯 是想將中美經貿關係 回復到奧巴馬時期那種蓬勃的合作 但是按照現在的情況看來 那個速度 就比起大陸當初想像之中 是慢了很多的 當然民主黨他本身也是面對著很多的壓力 比如說那些背後擁護拜登上台的利益勢力 又會對他有壓力 民主黨自己本身也都要面對著選舉的壓力 因為中期選舉很快就到了 在明年11月就舉行 那麼如果這一刻拜登過度放寬一些措施的時候 會不會是引來民意的反彈呢 他也都要顧忌很多事情 尤其是特朗普總統很快就已經宣布了復出 他接下來可能會在演講當中 還說到有關於2024的願景 特朗普對於拜登來說絕對是一個惡夢 如果特朗普真的復出 拿回共和黨那支大旗的時候 對於民主黨和拜登 當然會構成一個很大的威脅 如果不是 拜登和佩洛西就不需要想盡千方百計 來推動彈劾案 務求免除後患 使得特朗普不能參選公職 現在就失敗了 所以他也有很長時間 到底他會不會對大陸不斷放寬呢 他就受制於很多因素 好了 現在大陸商務部長王文濤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澳洲方面 有些人污名化中澳的經貿關係 所以看來中澳之間的經貿合作 在一段時間內都很難可以正常化 因為大陸對於澳洲的態度相當強硬 當然大陸對澳強硬 也會促使得到澳洲自己激發潛能 就是他們幫自己的產品來找市場出路 這樣的話 長遠來說 對澳洲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能擺脫得到對華的經濟依賴 所以大陸對澳洲在經貿上的強硬 短期來說 澳洲可能會蒙受著一定的經濟損失和困難 但是長遠來說 反而會有益處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